星期三的深夜,就會上演一場 大家非常期待的頂級大戰 重頭戲,真是壓軸 巴塞主場對車路士勾聯16強 次回合的最終一戰 巴塞對車路士,即是巴士大戰 很多人都跟我說,這場賽事是非常勢軍力敵 這是肯定的,不過他們就說很難預測或判斷 哪一隊球是有較大的機會晉級 我在這裏就嘗試用博弈論去看一看 究竟哪一隊的晉級機會大 博弈論,即是找出兩隊的最佳策略之後 再用這個策略去計算出最終最有可能會發生的結果 首先,我們一起研究一下巴塞應該怎樣做 才是他們的最佳策略 巴塞如果選擇故意縮後的話 即是打穩守反擊 即是要盡快完結攻勢 將控扣權送回車路士 但車路士連續兩季,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他們很熟悉 所以車路士又會很快拋回控球拳給巴塞 如果巴塞又是繼續拋回控球拳給車路士 搞下搞下,這場比賽很容易會變成來回高速球 以巴塞的行軍速度,年紀 其實真的不及車路士了 而且內回高速球一定需要三個進攻點才夠 雖然單比利速度快 但另外那兩個已經過了高峰期 如果車路士3-4-3的話 巴塞就會完全下風 而且,你很快地完結攻勢又輪到車路士 很快又輪到巴塞 巴塞來回的次數越多 互相進攻越多 互相射門越多 而互相入球的機會去到最後 亦都會越多 這樣做的話,對於主場的巴塞 是很危險 就算實力均等,大家各入三個 其實都嚴重了 因為巴塞每室的一球球 都是鑽一下入球 2-2,3-3,4-4 巴塞都會出局 所以巴塞的教練團隊 如果開會 開到這裡 用沙盤推演計算到這一刻 其實他們都會刪除選擇 故意縮後的策略 如果你是巴塞 你都不想讓車路士有這麼多進攻 即是車路士又會變回踢4-4-2 又會變回空球再腳踢中短期進攻 即是又會變回首回合這樣打 寧願長期保持空球再腳 盡量令比賽節奏放緩放慢 盡量減少車路士反擊的次數 這樣才是上策 所以在博弈論的角度看 巴塞長期保持空球再腳 就是最佳的策略 所以是一個穩定不變的策略 而根據博弈論 如果我們都能夠幫車路士找到一個穩定不變的策略 我們就很有機會找到一個最後最有機會發生的賽果 所以現在我們就研究車路士的最佳策略了 車路士的取態將會決定這一場賽事了 那3-5-2陣式的話 其實就很有機會0比0 因為3-5-2實在太過少機會反擊 只有兩個進攻點不夠力反擊 3-4-3其實還有一線的希望 3-4-3的反擊就多很多 那今天呢 還是需要搶作客入球 其實根本就沒有藉口不用3-4-3 如果你死都用3-5-2的話 就算巴塞和你打來回高速球 巴塞一旦有三個進攻點的話 車路士同樣都是會立刻比下去 甚至輸的機會很大 就算巴塞前面只有兩個進攻點 車路士3-5-2 跟著就算是來回高速球 都接近九成半的機會是0比0 雙方前面都是只有兩個人 去對著對手的大概7-8個人 一定會產生一場非常沉悶的賽事 最終車路士0比0的話就會出局 3-4-3的話 其實只要車路士把握到一次的反擊機會 入到一顆球 全場的賽事都將會完全改變了 所以都是等反擊機會是最好的 既然車路士入得越多球就越好 車路士又應不應該 好像阿仙奴作客AC米蘭那場賽事 四個進攻點壓上去主攻 其實車路士一直以來都是堅持三中堅 即是就算你壓上去主攻也好 你根本就不夠進攻點去主攻 你強行這樣做 只會進入主攻陷阱老鼠拉貴 一球都進不到機會就最大 而就算車路士是轉四個後衛 但是以現階段的車路士來說 他們都是沒有進攻中場 沒有主攻的進攻中場 所以最終結構都是四三三 四三三雖然比三四三主攻好像好些 不過都是好少少 同樣都是老鼠拉貴 所以車路士主攻並不可取 但是你也會問 如果車路士縮在後面等反擊 又會不會呢 反過來給巴塞拆完場呢 2011年的巴塞 我不敢說 但是現在的這一對巴塞 我認為 沒有這一方面的能力可以拆到你完場 而且其實中後場的年紀和速度 真是搞不定 夏薩特和韋利安 所以一次機會足以致命的了 只要車路士前面三個進攻點 儘量多些壓迫巴塞的 空球再腳的防線的話 就有機會將賽事推快了 將節奏加快的 節奏越快 來回機會越多 對於車路士來說就越有利 而且因為今天是作客 所以他們會知道要拿多少個作客入球 這方面對於車路士來說 其實在心理上反而是佔優的 巴塞反而是比較一步一驚心的那一隊 所以車路士其實依然有希望晉級 至於巴塞會不會因為看完萬聯對車路士之後 又去學摩連盧這樣去針對車路士三四三的先天缺陷呢 找個人從中場線插入去禁區的那裡插入去三個中堅中間的虛位那裡 去針對車路士只有兩個中場中 沒辦法去跟回我這個人的先天缺陷呢 理論上你可以嘗試去抄摩連盧這樣做 但是今天巴塞將會做出來的效果不會好過摩連盧 首先摩連盧要針對車路士的先天缺陷呢 都很多時候要靠打反擊的時候才做到 但是巴塞今天對著車路士其實只不過呢 是選擇押著半場來打很少反擊機會 而且了車路士在死守的期間已經開始懂得用一個中堅 彈去頂住防守中場的位置去補回他們 只有兩個中場中的先天缺陷 那麼另外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三四三另外還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呢 就是左右兩邊只有一個防守球員而已 那麼對著曼城的這些拉邊球隊就是最危險 但是今年的巴塞根本大家都知道 他們拉邊的能力呢是欠奉的 他們呢是要中央突破 那麼巴塞要中央突破呢 又反而是被車路士的三中堅克制的 那麼所以啦 雖然車路士在主場首先在首回合失了一個作客入球 那麼還要打和 看來就好像下風 而且感覺上 這場球就很難看通 但是經過了博弈論之後呢 那個分析就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車路士三四三的話呢 其實各方面呢 優勢都不少的 那我其實我認為呢 有五成半的機會 車路士是進級的 而其實我是想說六成的 那只不過呢 因為最近呢 有一個信心進失的 基斯丁臣在車路士後防線那裡 那我才知道呢 是說五成半 我是傾向相信呢 巴塞是最多只可以入到一球 好運一點啦 因為基斯丁臣呢 就入兩球 但是車路士要入巴塞兩球球呢 也都不是很難的 因為車路士的反擊的而且確呢 是強的 而巴塞的中後場其實 是上一次已經多次搞不定 跟不住他們的了 那麼我們也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究竟這場賽事到最後 會不會是我所說的 車路士會進級了 在這裏呢 又再一次呼籲大家 要幫手按下 按下 按下 那些廣告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鼓勵一下小弟的 因為這樣做 除了可以令到小弟 非常之 是可以專注做這個頻道的之外 大家可以繼續免費 看片聽片 這個廣告呢 有很多種的 例如是大家用電腦看的話呢 那片的裡面 可能會出現廣告啦 Banner廣告 或者片的右邊呢 都會出現廣告的啊 那大家呢 可以click一下它 按下它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就很幫到手了 那如果用手機看的話呢 還可以留意一下 片的下面有沒有廣告啊 片的下面呢 有廣告的話 按下它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又是很幫到手的啦 那YouTube呢 還會時不時在我片的之前 插入一些 就是片的廣告啊 那你播完它之外呢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裡面呢 找廣告link 按下它 click一下它呢 是彈的廣告視窗出來的 那如果用這個電腦看的話 那條廣告link 應該會在左下角啦 如果用手機看的話 那條廣告link 是會在右上角的 好啦 那今天呢 就是這樣先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啊 那我們明天再見啦 明天會說到呢 就是萬聯 歐聯賽事嘛 好啦 拜拜